数千抗议者星期六在台湾几座城市集会 要求政府废除启动新建核电厂的计划 并把这座核设施变成宣导核能危险的博物馆 抗议组织者说 日本目前的核危机为台湾核电厂的安全蒙上新的遗云 台湾政府已表示 新的第四核电厂在满足所有安全要求之前 绝不会投入使用